大家好 这一节国际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继2019年之后 两个人时隔四年五个月再一次的相逢 那么金正恩他是在今天中午左右就抵达俄罗斯 从俄罗斯公布的画面可以看到呢 金正恩他在抵达之后 现场下车之后他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随即是伸出手和早就在此等候的普丁两个人握手 那么普丁呢他甚至也伸出手之后呢还用左手来拍拍金正恩的右手臂 透过翻译两个人就寒暄了一番都笑得非常的开心 不难感受到呢两个人的好交情 而且呢画面中可以看到两个人握手真的握得很久长达40秒的时间 而且呢他们的手都没有放开 他们之后呢握手完之后他们才进一步的一起进到会场 那么根据塔斯社的报道金正恩他首先呢一下车他就很感谢普丁 跟普丁说呢很感谢他尽管是很忙还邀请他来访问俄罗斯 那么普丁则说呢很高兴可以看到金正恩 这个是两个人新的太空发射场 更多的详细情况先交给国际中心记者刘子宇 是的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睽違四年又五个月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终于和普丁见面 金正恩搭乘黑色轿车抵达现场 他先行步下轿车在路边等普丁走上前 金正恩先伸出右手 普丁也接着伸出右手相握 将近四十几秒紧握不放 还一边轻拍金正恩的手臂 两人脸上都充满笑意 媒体报导金正恩第一句话是 谢谢普丁百忙之中的邀请 普丁则是回应很高兴见到您 金正恩和普丁十三号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 在俄罗斯东方太空发射场会面 同一时间在金正恩抵达之前 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两枚弹道飞弹 目前已落入海中 没有人员伤亡 而这也是第一次北韩发射飞弹时 金正恩仍不在国内 时机点非常巧合 似乎带有挑衅意味 这次金正恩和普丁见面 普丁可能会向北韩寻求数百万枚弹药支援 在短时间内快速补充火力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交还给棚内主播 那目前普丁已经带领金正恩 刚刚可以看到是参观完了东方太空发射场 接着呢两个人就共进午餐 才进行一个正式的会谈 那么先来看到呢 这两个人这次会谈到底要谈什么 其实呢主要外界都预计了 他们是要谈一些军事合作 还有谈一些武器上的供应 外界就猜测呢北韩他们是要要求俄罗斯 寻求向俄罗斯有关太空的一些计划 包括了建一些卫星等等的协助 那么普丁呢则是要向金正恩要求 要提供一些炮弹呢 还有一些反战车的飞弹 就需要来支持乌克兰的战争 那么确实呢他们第一站 就是选在东方太空发射场 根据CNN的报道呢 普丁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他就被媒体就问到 到底会不会协助北韩来打造卫星 但是呢普丁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他只有说呢 这确实就是他们来到 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且他说呢 金正恩确实对火箭工程师很有兴趣 但总之呢他就没有回答是或是不是 那么至于普丁他要求的 双方是不是会讨论一些武器供应啊 还有军事合作 媒体当时就这样子问 但普丁呢他也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将会讨论所有的议题 而金正恩呢当时在进到会场 进行一个正式的会谈之前 他也跟媒体表示 他会支持普丁所有的一些决定 将会永远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反对帝国主义 可以看到呢两个人的对话呢 他们的立场都是很明显的 双方是非常友好 那么这个会谈呢 基本上就引起了各国很多的担忧 尤其是美国在这之前呢 其实就警告北韩是不要军援俄罗斯 但显然呢北韩金正恩他也没在怕 无事以外呢在和普丁见面之前 他还发射了飞弹来示威来挑衅 而BBC也就分析了两国 就两国目前的一个处境 在国际上的处境做了一个分析 就列出呢两个人会当朋友的 三个最大的原因 那么其实基本上就是呢 他们都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 就像刚刚提到的对俄罗斯而言呢 北韩他们是可以提供弹药武器 而对北韩而言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关闭边境啊 因为COVID的问题 他们关了边境 还有边境 还有一些严厉的制裁之后呢 北韩国内他们现在就很需要一些粮食 还有燃料 包括了现金 这些呢都是需要俄罗斯他们来协助的 那么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个卫星研发 还有敏感科技的技术等 这些呢都是北韩他们要求俄罗斯的 那么二来呢 其实两国在国际上 现在都是遭到制裁 面临某一个程度上的孤立 那么像是俄罗斯呢 他们在乌克兰的战争上就受到了西方的孤立 西方的制裁 而北韩呢则是看着南韩和美国两个人是越来越好就结盟了 最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因为呢都遭到了国际制裁 其实呢他们都是越来越依赖北京政府也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呢其实BBC就分析俄罗斯呢 他们也是在向中国大陆呢是传达一个讯息 也就是呢穆斯科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朋友 没有人可以影响俄罗斯的选择 那么北韩则是在向南韩警告 不要呢跟着美国走得太近 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也是借这个机会呢 是声明北韩会支持普丁他所有的决定 永远会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反过帝国主义 并表示呢他希望在今天的会谈里面 两个人呢两国的关系可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那么除了北韩和俄罗斯的领袖今天会议 对面成为媒体的焦点以外 再来看到科技迷今天的聚焦问题就是呢 苹果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就发表了iPhone15的新机 不过呢这个时间点很尴尬的就在消息之际 路透社就报道法国的辐射监管机构 是以电磁波过墙为由 就要求苹果公司要停止出售iPhone12 并且是要调整现有手机释放的一些电磁波 那么法国就指出了经过很多的测试发现 iPhone12释放比较多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电磁波 而且呢这个是超过人体组织可以吸收的一个极限 那么法国监管机构就要求iPhone从9月12号开始 将要iPhone12呢是要从法国的市场来下架 而且呢苹果对于已出售的手机 也必须要在短时间内采取一个修正的措施 让受影响的手机是符合规定 可以来符合规定 否则呢苹果就必须要召回 因此呢从今天开始 法国的代理商呢便不可以在法国销售iPhone12 那么同一个时间呢其实刚刚说很尴尬 因为呢今天凌晨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就是iPhone15的亮相时机 那么这一次亮相呢有几个特点 除了首次推出很吸睛的这个粉色的雾面之外 全面转化成动态导 也就是那个iPhone上面的一个小刘海 而且还采用了USB-C的一个充电孔 而且呢这个新机其实并没有涨价 但是呢它的受惠率却受到了影响 基本款在台湾涨价台币2000元 苹果秋季发表会在台湾时间凌晨登场 众所瞩目的iPhone15系列新机亮相 萤幕维持6.1和6.7两种尺寸 首次采用了钛金属外壳 比利带不锈钢更耐用坚固也更轻盈 是市场最亲的Pro系列 颜色有粉色淡黄淡绿淡蓝 还黑色相当柔和 尤其梦幻梅果粉让人少女心爆棚 主相机画素迎来重大升级到4800万画素 共三段光学变焦 全新人像拍照模式 不用手动切换就可拍摄人像照 接配备了动态导 以醒目方式呈现各种通知 全面采用USB-C充电孔 支援USB-3 资料传输速度比以往快20倍 搭载最新的台积电3奈米晶片 CPU速度加快10% 而新机最大的惊喜 竟然是没有涨价 但受汇率影响 入门款在台湾涨价台币2000块 各机型涨幅不一 最顶规版是58900元 成为史上最贵苹果手机 不过苹果面对诸多不利因素 包括挥之不去的经济不确定性 以及大陆政府扩大iPhone使用限制 竞争对手华为也推新机 加上发布会在没有任何重大惊喜下 苹果股价中场收低 1.71%至176.30美元 是8月21号以来的三周新低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